好 最新的现场连线马上就要来看到在北检这边 民政党主席柯文哲是被依图利罪移送到北检复讯 但是因为他拒绝夜间侦讯遭到检方当庭逮捕 那么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 详情就要连线给余雅 好 我们可以说现在柯文哲啊 他是跟检方正式杠上了 即将在法庭上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了 那我们还原一下昨天晚上的时候到今天凌晨 他们到底在这个征讯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对柯文哲的立场来讲 其实从昨天一早开始的搜索到复讯 其实已经经过了差不多12多个小时了 那对于柯文哲来说在这个疲累的状况下 他认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作笔录会损害到他的权益 所以他是跟检察官说他是拒绝夜间征讯的 但是呢回到检察官的立场 他认为说这个是重大的瞩目案件 如果就让柯文哲这样子离开的话呢 在这个金流还有相关人士都还不明朗的状况下 可能就会影响到证据妨害侦查的 所以他们就跟柯文哲说了 他们最多呢就只能让柯文哲先休息 休息完之后呢再继续的来问笔录 但是柯文哲是拒绝的 而且呢他是表示说想要直接离开这个侦查庭的 后来呢检察官就对他直接当庭的逮捕 但这个举动呢就让柯文哲的律师认为说 你这样子的过程是有瑕疵的 为什么律师会这样子想呢 因为的确法律上有规定呢 这个被告呢 他是有权力拒绝夜间证讯的 但是一个大前提就是呢 这个重大瞩目案件除外 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就讲过了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案呢 现在牵涉的人等以及金流呢 是相对复杂的 牵扯到非常多的这个政治啊 以及这个商业的关系 所以呢检方这边认为 这个案件是有急迫性的 所以呢认定柯文哲是没有办法 拒绝夜间证讯的 但律师可不这么想 他认为说我们这样的过程 就是这个逮捕不合法 所以呢就向法院这边来申请提审了 要让法官来判定说 这样的过程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理解 那么另外像是要来请教余雅 就是说现在柯文哲提出这个提审 这算是法律的救济途径 但是接下来 这个一连串的法律程序会怎么走呢 详情再把时间交给你 好申请提审呢 申请提审呢 这个是被逮捕人 他们常见的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为了防止在法院以外的机关 用非法的方式呢 逮捕拘禁人民 损害到人民相关的自由权利等等 让这个被逮捕人 他们可以提早的见法官 让法官来决定说 被逮捕这个机关呢 到底这个程序上有没有疏失 那根据这个提审法规定呢 逮捕的机关必须在24小时之内 把人送到法院 那法院这边呢 也必须在24小时内决定开庭的时间 那从开庭的时间到这个裁定呢 可能最多就会花上两天的时间 不过我们刚刚实际跟这个院方这边来询问 院方这边说 因为这个是重大的矚目案件 所以他们会尽快决定开庭的时间 赶快让法官来 法官呢 来看说呢 到底逮捕柯文哲有没有合法 不过接下来就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了 法官这边的结果呢 到底会怎么走呢 如果法官这边认为说 逮捕柯文哲是合法的 检察官这边可能就会来深压柯文哲 反之呢 如果法官认为说逮捕是不合法的 柯文哲就会当庭的释放 而目前呢 这个开庭时间还没有出炉 那我们会及时的为您掌握最新的司法动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 在新华城案中被列为证人 那么昨天在从这个连政署移送到北检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复训之后请回 当时他部出北检大门 是由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 亲自开车来接送他离开 这也让外界好奇了 两个人是否在车内呢 有谈论一些案情的部分 所以呢 昨天媒体也持续守候 在柯文哲的家门前 看两个人是否会直接回到柯文哲的家中 但是呢 直到了深夜的时候 都还没看到车子跟人有回来 不过就在经过凌晨12点多以后呢 民众党透过脸书发出了声明 他表示啊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陈医师呢 已经平安回到家中来休息了 那么其实啊 今天大家外界都也很关心啊 柯文哲后续的动态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那么其实民众党昨天的声明也特别强调了 他们啊 呼吁支持者在支持柯文哲的同时啊 一定不要有一些 不理性的行为以及举动 那么他们的应变小组 也会随时掌握柯文哲的最新动态 要支持者放心 走出办公室直奔楼梯下楼 但一个转身 黄珊珊又掉头改打电梯 我们尊重相关单位的调查 他会很高吗 三姐我们大概给他什么样的一些证议 主要是经历 这里还不公开 对于搜索仪式表示尊重 看似严肃回应 下一秒又说 身心轻松 这一次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三十号一早 捡链人员到台博大楼 柯文哲的办公室搜索师 黄珊珊也抵达 联系民众党副秘书长许甫来开门 虽然门开了 但警报似乎没有完全解除 警报大响 让黄珊珊直接笑了出来 只进到办公室后 笑容收起略显严肃 两个小时的搜索 在接连人员离开后 两人也一起走出 七分时而轻松 时而紧张 黄珊珊这一波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但台北市议员 沈书培持不同态度 因为黄珊珊副市长 是在2019年10月上任副市长的 那沈庆金他们是在2020年3月 再一次的呈情 而这一次的呈情是起的效用 沈书培指出 金华全容积率申请多次 横跨三件市长却一直没有通过 但在柯文哲第二任期后 就同意此案 当时就是黄珊珊任职副市长 沈庆金有没有跟他呈情 有没有找过他呈情过金华 发生这件事情黄珊珊全部闭口不谈 如果经了起考验 澄情就澄情啊 有什么不能讲 简出培认为是有蹊跷 依照黄珊珊的经验 当时为何没有阻止 柯文哲违发给出容积率 是不是他才是最主要的前线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住家被搜索四个多小时后 终于在检联人员陪同下走出家门 被一左翼又包围 在柯文哲左边的就是主任检察官 柯文哲越讲越起劲 简座表情也跟着宁众 他就是指挥廉政署搜查的江振玉 被称为天下第一组中组的主任检察官 专门负责检素黑金 是私讯所四十二期毕业 曾经参与马英九教授泄密案 前检查总长黄世民泄密案 赵峰案中信经内湖购地弊案 还有普悠玛帆府事故案 另外相当罕见的廉政署副署长林汉强 也亲自到场 他曾经侦办过陈水扁的家族弊案 地检署连政署带队官都大有来头 要侦办这起金华城弊案 但看看柯文哲不出住家 要大家安静 听他说话便开始受访 这么让大家都看傻眼 怎么被告可以公开发言呢 被检发声明强调 检察官没有对柯文哲实施 具体强制处分 人身自由没有受到拘束 而连政署约谈完成后 下一站就是台北地检署 地检署外头罕见假期灰色栅栏 因为网红馆长陈之汉过去曾说 柯文哲如果被乱搜索约谈 就要找人包围地检署 辖区分局下午1点就集结 讨论工作分配事宜 不过警方表示 是为了要预先将抗议的民众隔离 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连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 都亲自到场防止闹事 就怕搜索约谈柯文哲 反而又掀起另一个风波 TVBS新闻最后报道